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盆蝴蝶兰已经养了7年了 今年春天给它换了盆 现在呢 才开花 这是开的第一朵 现在已经要凋谢了 这是第二朵 这个呢 也马上要开去了 然后这边有三朵 有一朵也要开来了 看看这个花键 前面这几个就不行了 它自然的 这个没开了 就包已经都 就粘了 你看 一碰都掉了 上面这花键呢 看看这些花键长得还算可以 今年这颗蝴蝶兰呢 又长了三个花键 它每年都能长出三个花键来 今年这花键呢 长得短 花开得不怎么好 确实是春天给它换盆的时候 受了损失 伤了它的元气 以前就是也是用这么一个小红塑料盆这么大的 给它栽种的 然后底的根系全都长出来了 其实根系是很好很好的 它的根系呢 也分了好多的叉 春天的时候让我一剪掉了 所以呢 现在开的真的不好 长得也不好 看看这个尖 也不怎么往上长了 看来这颗蝴蝶兰呢 就是我春天给它倒盆 给它倒坏了 关键是那根系不能为剪 所以咱们大家养蝴蝶兰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留线这种情况呢 那根系千万不要给它剪 一定要给它换一个高盆 把它的根系呢 给吕顺开了 然后再栽种它 因为这个 这颗蝴蝶兰吧 当时它这桩得有八九公分了 所以呢 我给它往下栽种了 把底的根的全都给剪掉了 然后就上面呢 有点这小气氛 所以大大的伤了它的元气 给它换盆的视频的时候 有个网友说了 你应该找一个高盆 把那个它的根系呢 给它顺下来 然后就是它不都能舒展开了嘛 都可以那样再用 不要给它剪掉 会伤元气的 结果呢 还真正伤了它的元气 那今天那个画呢 开的还特别的晚 开的也不怎么好 就开了这几条活 这个蝴蝶兰呢 已经养了七年头了 也够老的了 今年开发是最不好的一年 它已经看着也是老了 也是春年往下倒盆倒的 没倒好 关键关键是根给它剪掉了 咱们大家养蝴蝶兰的时候呢 如果它这根是长势挺好的 千万不要给它剪掉 因为当时我呀倒盆的时候 它的根系特别特别的好 一点也不烂根 也不空根的 让我一剪掉了 这颗蝴蝶兰呢 是每年春天 三月份都能开花 然后到现在呢 基本上就开完了 因为今年给它一换盆 当时呢 也有两个小花件 就是很小 也影响了那个 它的生长 所以现在还开花 已经六月中旬了 要是每年呢 我都把它放在 南阳台的西南角那块 从来没动过 一年四季都在那升党 今年呢 因为它也是怕热嘛 正是开花期 所以我把它放在客厅里边来了 客厅里边呢 有散光照射 凉快 要好一些 来说这蝴蝶兰是特别的好养 还特别的爱开花 它仍然长出了三个花件 也开了几朵花 要是每年的都开了好几十朵花 花件呢 也是三个 然后还有分花件 金金的花件长得短 虽然也是长了三个花件 因为它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虽然给它施肥也是不行 那施肥这块 因为它呢 没有根系了嘛 所以它也吸收不了 咱们大家喜欢养蝴蝶兰呢 还是养这个满天红蝴蝶兰 这个品种呢 开花特别的勤 开花还特别的多 还特别的皮质好养 这颗蝴蝶兰 等开完花以后 我再养活它一段时间 看看它能不能缓过神来 如果不行呢 今年秋后呢 我还得要买一颗 好了 这期视频 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